欢迎继续收听长篇都市言情小说句 重生巴林 媳妇儿有点辣 作者 宝庄成 主要播音 素素青阳 军演讲故事 喜欢本故事记得订阅和关注 感谢您的收听 第247集 去蓝凤凰买衣服 刘芬顿时就慌了 她本来就不擅长说谎的 刘芬居然要去蓝凤凰 去了 她说的谎不就被揭穿了吗 刘芬看她神色古怪 就奇怪道 咋的了 我请你吃饭还不成啊 又不要你也给钱 不 不是 阿芬 我就在蓝凤凰上班 这倒是没想到的事 刘芬还挺高兴 二姐 梁欢说这个店 在省城生意特别好 连我们县里的人都听说过 还特意要来省城买衣服的地方 没想到啊 你现在混得还挺好 工资咋样啊 工资咋样啊 生意就是和大哥家合伙的 赚多少钱女儿都随便她用的 刘芬想起来自己是有工资的 店里1月24号开业 过了年 2月24号那天 小兰就说要给大家发工资 她领了200元呢 84年 200元的工资是不错的 刘芬不知道咋说 就含糊点头 工资还行 刘芬也没细问 夏家条件差 她二姐没机会见到钱 只怕有几十块工资 都觉得很不错了 这种店能给多少工资 顶天几十块 肯定比不上她家老梁的收入 刘芬嫁进梁家后 还真没怎么吃苦 她生梁欢时十六几年 多少人饿得要抓土吃 她坐月子时还能吃上炖鸡蛋 那时候她就想 梁家的日子真是好啊 她死也不会再回农村去 梁家就一直没真正受过穷 这几年连农村人的日子 也在变好 梁家的日子就更好了 刘芬今天的态度是真好 拉着她大姐出门 请客吃了羊肉会面 又一块去蓝凤凰选衣服 刘芬急得满头大汗啊 可她偏偏没有极致 只能被妹妹拖着去 李凤梅远远瞧着 刘芬咋把人给往店里带了 难道刘芬没扛住 刘芬更吃惊好不好 店里就李凤梅一个人在 哪有老板会同时请姑嫂俩来看店的 一个卖货 一个收钱 岂不是能合伙把店给搬空 李凤梅也知道瞒不过 刘芬既然找到了蓝凤凰 早晚都知道谁是老板 营业执照是用刘勇的名字注册 李凤梅干脆坦坦然然承认 小方来了 吃过饭没有 我说你姐咋中饭都不吃就走了 大嫂 这店 哦 我和别人合伙做点小买卖 这不怕丢妹夫的人吗 就没告诉你们 阿芬不是没事做吗 我就请她来店里帮帮忙 是李凤梅和人合伙开的店 刘芬的震惊显而易见 就是两人说话的功夫 还有人来来往往的试衣服 店里的客人是一直都没断 李凤梅和刘芬也配合默契 半小时功夫 店里就卖了四件衣服出去 衣服好看吗 刘芬觉得好看 可就算以刘芬的消费水平 他都觉得店里的衣服不便宜 已经和百货大楼里的衣服一样贵了 有的衣服还要更贵一点 这样一家店 每天得卖多少钱呢 刘芬的脑子嗡嗡响 李凤梅说是和人合伙的 就这三间店面这么大的规模 咋看也不是摆摊的那种小个体户啊 七景村的人没说瞎话 他大哥刘勇 真是在商都发了财 刘芬说不上啥心情 难以置信有 又挺气氛和委屈 发了财 他又不图娘家的钱 要不是他今天来撞捡 还不知道要瞒他到啥时候 一时恼了 他真想扭头就走 可梁炳安把情况给分析得那么清楚 他倒是仗着脾气扭头走了 接下来的事该咋办呢 刘芬委委屈屈地待在店里 压根儿忘记了要替梁欢买衣服的事 李凤梅和刘芬一直在忙 下午四点的时候 李凤梅要去接儿子放学 问他今晚是不是要住在商都 你看我和你姐忙着这样 也没工夫回家跟你做饭去 你要在商都呢 就等我们关了门 再去店里吃饭 这话听起来挺耳熟 中午他就是对刘芬说 做啥饭呢 去店里吃 兜里没钱的人 每分钱都有安排用处的 能像这样随意轻松地说 要请客吃饭吗 蓝凤凰的水晶灯 打在玻璃镜上 这店太高档了 这消息也太出乎刘芬的意料 他从前都不把二婚嫁给刘勇的 李凤梅当回事 但李凤梅要是有这样一间店 哪里还是那个土土的农村妇女 李凤梅的穿着言谈举止都变样了 刘芳莫名有点紧张 不了 嫂子 你们也怪忙的 我还要赶着回家 改天再来 她紧张啥 她紧张给大哥家拎了两斤肉就上门呗 刘芳就是这性格 没她家条件好的 她的态度漫不经心 说话也不走心 伤不伤人可不管 和她家条件相当的 她就生怕缺了礼数 比她家强的更不用说 自然是小心讨好 她没判断出 李凤梅现在是啥条件了 总归要比刘勇在村里偷金摸狗 当农民是强 李凤梅把刘芳给怼走了 自己也松了口气 转头又觉得好笑 她和这样的人计较啥 不早就知道 刘芳是啥样的性格吗 刘芳觉得 自己今天干的事太蠢 先是冲着一个扫大街的老婆子 献了半天殷勤 猛然得知 李凤梅就是蓝凤凰的老板 她难以接受这落差 又乱了阵脚 等回到县里 她慢慢冷静下来 又冲着梁炳安抱怨 看我嫂子那态度 不就是和别人合伙开的店吗 说不定别人占了大头 她就是个小头 要不 她咋在那里看店呢 梁炳安却没有妄下判断 你给我仔细说说那个店 哦不 把今天的事都讲一遍 蓝凤凰的名声 从省城传到了县里 梁欢这样的时尚达人听过 梁炳安一个大男人 哪有闲工夫关注啊 可这店开在省城的二七广场 就处在百货大楼旁边 那是一般人能开的吗 县里做个小买卖 还要上下打点 省城的水多深呀 就是有梁家在 换了刘芳去省城开店 都不一定能玩得赚 刘家有啥关系 能在二七广场 盘下三间门店 梁炳安对李凤梅的话 比较相信 店肯定是和人合伙的 刘勇没那关系 问题是与谁合伙的 梁炳安觉得 这才是事情的关键 他现在知道 为啥刘芬母女要修房子 死活不要梁家的钱了 刘芬和夏小兰 显然是靠着刘勇吃饭 刘勇那么好面子的一个人 咋可能看着刘芬没房子住 这房子嘛 刘勇肯定要出钱帮刘芬修的 刘芳把今天的事讲了一遍 梁炳安听得挺认真 听完了 他立刻抓住了重点 你说 今天既没看见大哥 也没碰到外甥女儿 是没瞧见 梁炳安又问 那那个扫大街的大娘 咋和你说的呀 小兰楚的对象 和她特别配